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脱离战后宪法下和平发展轨道 采取远交进攻与林为敌的军事外交战略 美国和西方舆论对日本在防务领域的动向 也给予了突出关注 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 日本似乎正在完成近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转型 有美国媒体提出了 日本军事实力是否已足以颠覆亚太军事格局的问题 且不论报道的真实用意如何 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地区国家警惕的重要问题 日本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的自卫队目前已经挤身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列 在环球火力 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军事埃行机构的评估中 日本整体防务实力高居世界第五位 而此前 日本媒体公布的全球军事排名中 日本位列世界第四 俄乌冲突的爆发 更是激发了日本右翼再军事化的野心 日本四处宣扬 强调自己的不安 近日 包括手下安庭文雄在内的朝野政党当手 在电视上讨论 要不要拥有核潜艇 自民党更是提出五年内将自卫费的GDP战比 从1%提升到2% 一个将国家重心从经济发展一步步转移到军事会上的日本 正在成为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隐患 目前 日本外务省与防卫省几乎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对外战略决策与运作体制 防卫省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频繁登上国际舞台 甚至成为国际交流的主角 日本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台构想 以日美同盟为核心 与更多国家建立准军事联盟 利用中美矛盾突破战后禁区 公开干预台海东海南海 在军事上呼吁各国共同钳制中国 这预示着导致中东欧洲战乱的暴力多边主义 阴云未来将笼罩在东亚上空 并可能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 而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随境态度 给了日本右翼政客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日本在防务领域 寻求根本性转变的动向 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担忧 还给日本带了顶负责任的 现代民主国家的帽子 称称 遥远的过去不会激活现代的担心 人们看到的画面是 美国正俯身解开当年 他参与捆在日本军国主义身上的绳索 显然是美国想利用日本 构建对华围堵的功利心态 压倒了他对地区风险和后果的应有担忧 在美国的整体运作下 日本右翼的现实危险被掩盖了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正要敢公然否认二战侵略时的国家 但美国却处于低延政治私利 不断的为日本的野心背书 把日本作为制衡中国的最大帮手 与日本相互利用 甚至为日本国家政策转型 扩充军备推波助澜 并且自信控制 日本的将生掌握在自己手上 换句话说 美国并不在乎日本在地缘政治冲击中 被撞的粉碎 而日本则想利用美国的私心 实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彻底松绑 两国比此心赵无玄 尤其在涉及台湾及钓鱼岛问题上 日本绝非只是追随美国 而是积极利用中美战略矛盾 从中渔利 今年以来 安倍晋三与蔡英文进行视频会谈 并多次宣称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即日美同盟有事 敦促美国改变对台模糊政策 企图诱使美国卷入台海战火 在钓鱼岛问题上 日本更是主动拉拢美国协防 领跑在节奏 意载促使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 倾向日本一边 如今 日本政坛整体上出现了头脑过热的倾向 各派政治力量都有人鼓吹 要增加防务能力 还有五花八门的打击敌国论 这种情况在战后是从未有过的 目前 自民党内修宪派已占上风 今年7月 日本参议院选举后 若主张修宪的朝野各党 合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岸田内閣将在安倍推动下 讨论任内修宪 以便进一步在军事方面自我松绑 放手与各国展开军事合作 武器出口 联合作战 成为能战的军事大国 尽管现在日本社会的整体思潮 跟二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 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并不充足 但利用危机刺激那些极端主张 突破社会制约的可能性 仍然不容忽视 特别是 美国还在一边给日本在军事化 威胁世界的舆论灭活 一边给日本主动站到 美国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前线拱火 不管美日有什么样的说辞 日本现在实际正在做的 都在客观上刺激地区军备竞赛 打破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 历史的伤痕犹在眼前 现实的威胁悄然靠近 无论是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还是避免地区安全困境螺旋上升 国际社会都必要给日本的冲动 泪一盆冷水 好了 本期节目到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